高老师 这留美博士孙卫东的事你听说了吧 你是说那个在美国流浪16年的物理学博士吗 对 就是他 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这么厉害一个人 怎么就成流浪汉了呢 孙卫东的前半生确实是一路开挂 江音是高考状严 15岁考入复旦大学少年班 毕业当年被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着李正道看好 拿到了全额奖金进前往美国继续深造 并获得了纽约城市大学的物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他的论文导师还是核结构和核反应相对理论的世界领先学者沙金教授 孙卫东先后还发表过31篇全英论文 多篇论文都发表在核物理SCI期刊杂志物理评论上 这个杂志被誉为世界刊登获得诺贝尔奖物理学论文最多的期刊之一 哎呀 这也太牛了 博士毕业后的他还留校任教两年 不过可能是研究领域过于敏感 再加上做纯物理很难财务自由 他后来又改读了计算机转业 并在华尔街做过两年的程序员 当时的年薪是13万美元 他工作后先是拿到了美国绿卡 之后又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 不得不说截止到现在 他已经是统领中的佼佼者 可谁都没有想到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的人生发生了大逆转 发生什么事了 1993年首次公派回国的他 回来探望父母 可自己辛苦攒下的三万美元 在路上被偷了 这件事对他的打击有点大了 再加上后来父亲去世 他跟国内的联系就更少了 于是他就开始把自己的情感 全部记录在自己的老婆孩子身上了 可这位带着孩子来自东北的女人 嫁给他纯粹是为了拿绿卡 拿到之后就给他离婚了 于是这一次次生活上的打击太大了 让索伟洞开始怀疑人生一蹶不振 患上了幻听幻想症 也无法继续工作 于是在2007年就在纽约 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流浪生活 这么优秀一个人怎么就这样了 智商高情商低 他从小到大学习上都太过于成功了 从小都是别人家的孩子 身边一直都是鲜花和掌声 从来没有经历过一点挫折和社会的毒打 于是他就慢慢成了一个知识上的巨人 生活上的矮子了 不是人间烟火 更不懂人间冷暖 不知道人间险恶 当他前辈后父亲去世 被老婆利用的时候 他承受不了那种有天堂跌落地狱的打击 当然也接受不了现在的自己 于是他开始悲观 焦虑 抑郁 开始幻想幻听 从而迷失了自己 看来啊 成功的太早 也不是什么好事 人生不是百米冲刺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所以有时候不是孩子的错 而是我们做家长的错 明明是自己病了 却要给孩子吃药 明明是自己不行 还非要孩子成龙成凤 他走得好好的 你不是在前面拽 就是在后面推 那他不摔倒才怪 而且我们还每期明月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一味的拔苗助长 结果呢 很可能是害了孩子 不过还好 听说他在校友联系上了他 希望他以后能回归正常生活 回国也行啊 接着流浪的本质不是人在流浪 而是灵魂在路上 是他找不到另一颗相似的灵魂 是四顾无人的荒凉 是他高贵的灵魂 始终受不到高质量的回想 他不是流浪了一年两年 而是十六年 所以他已经回不去了 他需要活在没人打扰的世界里 而不是在收容所里 看似短期帮他解决的问题 但他依然还会选择回去 因为只有在路上 他才能找到自己 但这还并不是最重要的 那什么是最重要的 我们很多人都有个毛病 叫感情泛滥 比如怎么帮他 不行回国吧 看到校友帮他很激动啊 记住不打扰别人 不介入别人的因果 不改变别人的生活 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 最高的修养 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 不叫自私 要求别人按照自己 喜欢的方式生活 才叫自私 我们要做的是 尊重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或许只有流浪 才是属于他最喜欢的生活方式 而你所谓的生活方式呢 殊不知 只不过是被圈养而已 这个胸或是死亡 的方式 再我会期待 和个人的生活方式 地毕竟 我忐心